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宣布 本周五起所有居家隔离人士需佩戴电子手环 并将推出红黄健康码 其中红码针对确诊者 黄码则针对入境后的隔离检疫人士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 未来两星期香港疫情或成加倍上升趋势 有必要收紧一系列防疫措施 包括周五起居家隔离确诊者要佩戴电子手环 以确保这些人不会离开居住地 香港现阶段有1.2万多名确诊患者 选择居家隔离 我们是会在他发出隔离令的同时 就会将电子手环送到他们那里 这个其实理论上是一定是越快越好的 任何的这些措施我们都希望是合适 卢宠茂表示 未来确诊者安心出行APP上会显示为红码 理论上不能外出 不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黄马则为入境后的隔离检疫人士 在这个前提下 七天九点减疫期有可能缩短 改为集中隔离加居家监测模式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时间正是不得适合成淀 没有cion立委 boxing